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是怎么用这种AI的身为技术来变脸 可以让你换上另外一张脸 变成甚至变明星的脸 来看一下这个技术是怎么达到的 开启这个软体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画面 有四个画面 第一个是它会截取你的原本的面部 脸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中间这个呢 它是会分析你脸上的一些数据 就是例如说你的眼距啊 或是它会抓你脸上的一些点 第三个的话就是选你要套用的是什么样的人 像我们现在套用的是明星基努李维 那第四个就是把你的脸相 跟要套用的这个模型结合之后输出的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脸相就变成基努李维的脸 那接下来我们要教民众来去识别一下 用什么样的技巧可以知道 对方是使用了这个身为的技术 因为这个技术它只能套用在你的脸部上面 所以譬如说像是你的侧面 还有脖子这边就不会套用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脸的部分其实会模糊的 然后你的脸跟你的脖子的色差也是会蛮严重的 再来因为它只是针对你的脸部 所以像手指这种就没有办法套用到模型 所以如果当你的手在脸前灰的话 就会有快要透明的效果 然后也会导致你的脸部的面部是扭曲的 我现在来试一个女生的样子好了 然后一样套上之后我就变成了另外一张脸了 对不对 那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侧脸的部分也确实是会有扭曲的现象 那如果手指在眼前灰的话 你就会看到 那个脸部突然就一阵一阵模糊 然后手指不见这样子 它们在里面呢 自己有创建了很多不同的脸部的模型 像这样子我就看起来好像不同国家的人 然后性别也不一样了 那一样看到这个侧面 这个侧脸的部分就会是模糊的 所以如果民众跟对方有视讯讲话的机会的话 可以利用这一些技巧 就例如说要求对方做一些不同的姿势啊 或是要求他挥手啊 用这种方式来判别 他是不是有套用这个AI变脸的身为技术 近来国内也有类似的诈骗受害案件 本局在此呼吁国人对于诈骗集团应用新形态的身为技术 以声音及影像进行诈骗的手段 需要特别留心 谨慎辨识